刘海尔哥拒绝了埃夫洛耶夫让他替补参加NFC307的请求 埃夫洛耶夫原定于10月5日在盐湖城NFC307和斯特林对阵 由于对方受伤退出了比赛 埃夫洛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叫着了刘海尔哥 用两周半的时间来捍卫自己的荣誉 刘海尔哥回复道 几周之前我叫着你比赛的时候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现在你只能干等着 眼睁睁看着巴士开走了 帕迪在自己最喜爱的餐厅打破了吃机制记录 帕迪最近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他在英国最喜欢的餐厅打破了吃鸡翅的记录 此前餐厅的记录是36个 而帕迪创了新高 一口气吃了47个鸡翅 然后他还喝了一些汽水 甚至还吃了点甜点 能胖能瘦 一直是帕迪赖以成名的绝技 桑德哈根透露 菲格雷多拒绝了自己的校阵 UFC306之后 桑德哈根校阵了奥马利 认为他们两人的比赛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只是奥马利需要手术 大概要等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重返赛场 有人觉得菲格雷多更适合桑德哈根 不过柯里说 9月份的时候 菲格雷多拒绝了自己 菲格雷多不想在12月与我对战 这实际上让我有点伤心 但也许他只是想参加一些更轻松的比赛 我不知道那家伙的计划是什么 齐马耶夫邀请启蒙教练萨利摩一起备战五星哥 之前我会训练到精疲力竭 但最后会进到医院 就像上次那样 比赛三周前去了医院 我的免疫系统下降了 我生病了 现在我采用了更好的方法 萨利姆培养了许多冠军 他还为北京奥运会训练了布瓦萨尔萨基耶夫 有这样的人 我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阿里声称 孝恩奥玛丽的下一场比赛还是冠军争夺战 我认为孝恩奥玛丽是这项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这是一门赚钱的争议 孝恩奥玛丽在输掉比赛后 值得再次争夺冠军头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孝恩奥玛丽让这个级别的每个人都赚到了钱 而梅拉布和乌玛尔还没有 乌玛尔背后有20亿人 他将成为第二个哈比普 他话不多 他需要像哈比普那样多说点垃圾话 但乌玛尔很特别 TJ迪拉孝很遗憾错过了红内裤之夜 损失了百万美元 当年 四连胜的TJ迪拉孝 本来有机会和康纳来一场红内裤之夜 因为裁判糟糕的判法 让他在2016年与多米尼克克鲁兹的比赛中 一分期判定输掉了冠军头衔 这次失败意味着他错过了 与乌里亚菲波和康纳麦格雷哥的潜在比赛 他们从我的口袋里偷走数百万美元 我被裁判托尼维克斯搞砸了 在斯特林退出 UFC307之后 埃夫洛耶夫在网上找对手 让席尔瓦答应了和他比赛 这事真的能成行吗